1月10号到2月8号 30天用了301块65 等1月5号到1月26号 我在东马 尤其是我们外国人在马来西亚住房子 一定要注意 10天用了43块9毛5 30天用了656块8 30天用了452块7 哈喽大家好 我是麦克斯 我记得之前有一次 我说过我们的电费的事情 水电费加起来有400多 大家可能都不信 哎呀 说来惭愧啊 我的电费越交越多 40多 然后200多 300多 600多 标的有点快 哎 先给大家看看我的电费单子 然后我现在要查一查这个 哎 这是电表的萌吗 双面双青框 哦 那这个是什么 哦 这是网线的这个 这边是水费 然后我刚才已经抄完了 但是我没有找到电表 电表的话 现在我要去找一找了 这是安全出口啊 哦 我现在到了我这么 我同一楼层对面的这里了 你看看啊 这边是锁的 我那边是开的 我那边完全看不到电表 上一个月的这个电费呢 是300多的时候 小同事已经起一心了 只是我们在 一直忙没有去想 然后这一次呢 没想到三月份 这个一下子弄这么多了 我们两个都懵了 他现在正在帮我查过往的所有记录 啊 水费这个是能打开的 然后这个不对 在这边 我同一楼层同一位置 这个门依旧打不开 我再看看对面 对面那边 我 我那个楼层的对面 也是打不开 现在就我那 我那个位置比较尴尬 哦 对这个 奇乐怪了 哼 搞笑 我就多问几层吧 然后我把我的电费 告诉我身边的人之后 他说 你和你的小同事是不是 拿电 当烟花在那玩呢 要么就是说 因为我下面不是那个十字路口吗 那灯是不是接我家门口了 说啥都有 但是656麻痹 真的是太 夸张过分了 我一定要查出来现在 不行 我已经找了 你找电工了 啊 我又下来了一层 这一层也是 啊这一层跟我那一层一模一样 刚才这个我能打开对不对 然后我直接敲开了他们家的门 然后是一对 不是一对 是两个印度裔的姐妹租的这个房子 很明显 跟我的房租室一样的高 我已经告诉他了 好好的去找你们的房东吧 很搞笑的一件事啊 很搞笑的一件事啊 我已经查完了 我刚开始以为 比如说他左边这个楼层 统一可能在一个房间去管理 那右边呢 可能在每个楼层 或者要么是13579 基数呢 在这个一个房间管理 24680呢 是在分开楼层去铺的这个电表 没有的 但凡是这个门能打开的 基本上都是租户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呢 每一个楼层呢 但凡是那个上了两把锁的 这个我们自己心里清楚吗 那基本上这个 是能够open的 现在我到了一楼这边 我已经找这个门口这个 等这个security 然后问他这个电表在哪里 我要看看我家电表 我要停所有的电 看看还转不转 好 他说如果要查的话 先要给这个经理打个电话 不让我看 然后说只有这个房主 才可以查看这个meter 好吧 那我就一个一个扯呗 我先把这个都尝试一下 快点关了 其实关这个就ok了 哦 我关这个就ok了 对 关这个就ok了 现在没有电子吧 我以前这边这个 上一镜的这个租户 是个日本人 贴了很多的日文 我给撕了 听说是个CEO啊 你们看 诶 我的日文呢 没了 没了就没了 那这里看 全都贴的是日文 哇哦 他在那边啊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这个楼层的这个电表 就是分布的 因为正常来说 我们每一家对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电表嘛 借在这儿了是吧 是不是我的电在这儿 每天都用着呢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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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吗 你吗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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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得好好休息 马来语 我听不懂 姐姐 得靠你来 我现在已经关了 这个电源了 他怎么看 他走不走 看着都一样 诶 动了吗刚才 那今天早上我们就去这个电力局看一看 反正我这个电费已经太不正常了 来 给你看一看我现在 哦 这是我的电费单子 这个电费单子怎么是 这个已经到了 嗯 刚刚到了 这是4月份的吗 嗯 这几号到几号的呀 我看一下 这是3月11到4月10号的 哦 3月11到4月10号的 哦 这是几号的呀 这是4月4号的时候你付的钱 650元 那这个4月4号我付了650元 那这个400多的是怎么来的呀 对啊 我也不懂 我们家我们家是 他是不是把那个整个马路的灯接到我这儿了 哈哈 你供电给你 我供电给格尼 好吧 好了 如果是我们在马来西亚租的房子啊 大家一定要拿上这个租房的合同 还有这个电费的单子啊等等 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 就一定要穿这个长裤啊 如果你穿不了长裤的话 你就没没有办法去进到政府部门里面 尤其是我们外国人在马来西亚租房子一定要注意 好刺激哦 嗯 那这是4月10号的嘛 所以你刚付的那个是3月份呢 那2月份我付了300 我去1月份我 这么算下来我1月10号到2月10号我 我将近有很多天不在我在多吗 旅游都要300多啊 哈哈哈哈 哇 等一下 不是 你看你你推这个嘛 算了 我们去去去再说吧 有什么 我说你1月到2月之间你用了那么多电量 我1月份都不在 哈哈 就算你供电给狐狸蹭吧 到了这个TNB了 现在我们就等着他开门 9点才开始营业 哎 上一次我听说黄明志在这里闹过是吧 咱们就别拍了好了 我是个外国人 我也想多多待一段时间 嗯 反正就搞清楚我们电费单的就行了 不算不知道啊 算了下午1天要跟上我们两个人啊 以前这个电力局这边TNB 他们是9点 8点上班 现在改成了9点了 那我们就去吃点东西吧 好不好吃摩姆鸡 因为我现在确实没心情吃了 随便带你电吧电吧 早上必须得电一点 这个茶园我没来过呀 看看吧 冰城人一般都是早上从这个拉萨或者福建面开始打开的啊 那我就来一个福建面吧 这个鸡挺白净的 笑什么这个鸡本来挺白的呀 我喜欢吃的 哪种鸡啊 烧鸡 这什么呀 叉烧啊 那来一份呗 这边的虾面一碗 小碗是6块大碗是7块 哈喽 我要两碗虾面小份的 小的吗 对 好 一碗边有床 可以做几号 68 68号 嗯 好谢谢 哇 那边穿黄色衣服的人都是什么群体啊 我在好多地方都看到了那个拒绝假和尚这个标签 他们是给谁弄的呀 马来西亚很多假和尚吗 真真假假也罢 算了我去等我的面 我现在发现马来西亚越来越多吃饺子的店了 而且好像马来西亚挺喜欢吃饺子的 我看看他们家的价格 哦 小份的是9码比6例 差不多在一块 一块三左右 一块二 一块一 一块一毛五 还行 老板你给我来一张葱油饼好不好 我尝一下你们家葱油饼 好不好吃看葱油饼我跟你说 多少钱 8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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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 就喝68 好吃的这家方面你尝一尝这是什么 哦猪皮 好吃吧 还不错也碰到这家 哦 这个到了 哇 怪不得8块钱 太大班了 好 吃完饭了 现在我们就去这个TNB里面它应该也是开了啊 时间到了嘛 从这个政府部门出来了 从这个政府部门出来了 然后大概的情况是这样 我们进去之后呢 先问客服 然后客服 然后客服就问我什么事情 我们大概说了一下都被我们这个高额电费呢给下到了 然后呢我们就拿了一个票就类似于银行曲号那个票去到那个柜台等着大概没一会就到我们了说了一下具体的情况 然后呢工作人员就说我们的电表呢现在看就是这个转速吗什么的反正我不太清楚啊就说是正常的 然后呢他也是他又觉得不可思议他没借过这么高的电费 我们又说我们还出去旅行了 还不在 然后呢他说在14个工作日之内会安排就是政府的这个员工吧应该是来到我们家去检查我们的电表 如果我们的电表有问题的话他会免费帮我们去更换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他也建议说我们去找个电工去查一查这个东西整个去排一排好的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我们我在想一个问题 嗯14个工作日日啊但我们的电费还要继续交对不对 对 我与其这样我们今天找人今天就找人开始找电工 好 我们去找我们自己先查一查 万一是我们这边出的问题对不对 对 好 那说到这里了来给咱们 看一看这个电费单子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租的这个房子呢这个屋主是新买的 我等于是他的第一个租户他人在美国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看不到12月份之前所有的账单 我只能从12月31号开始算起了 因为我们的数据啊就是你们马来西亚就是他们马来西亚APP上面的这个东西 只能看到12月31号的之后的单子了 来抱抱抱 12月31号到1月9号多少钱 10天用了43块95 对10天用了43块9毛5 然后呢1月5号我就已经在东马了 对 一天而已 接下来呢 1月10号到2月8号 30天用了301块65 等1月5号到1月26号 我在东马 继续 2月9号到3月10号 30天用了656块8 这个呢 我朋友多 然后呢 但是朋友多也只是在客厅啊 确实运件量大一些啊 但是656是不是也夸张了 继续 这个是刚刚说到的3月11号到4月10号 30天用了452块7 然后呢3月16号出去我就到了以保了 然后一个星期左右不在家 没了是吧 没了 没了 哎呀这就是我在马来西亚的电费 我的运电量没有那么大 就洗个衣服做个饭 然后就是一个空调 要么客厅要么自己的卧室 没有那么厉害的啊 我觉得 哎你们有这么高的电费吗 你们跟我说一说啊 我刚才 我昨天发到IG上面的时候 还有Facebook说 有人说 你是不是忘记关什么了 真的没有 我家里没什么特别大的东西 好了我们现在就 等着吧 或者我们今天去看看怎么解决吧 预知下事如何 预知后事如何 请开启你们的小铃铛 关注订阅好不好 我们一定会把这个事情给它摆彻清楚的 外国人已经要注意了